從去年十二月九號開始 大約有一百一十位在臺灣的流亡 突破人集體到自由廣場靜坐 他們從社會底層浮出檯面自首 爭取合法的身份 這一群從印度等地前來的藏人 嚮往臺灣的民主和經濟 希望來到這裡爭取更好的工作 改善生活 但是因為臺灣沒有庇護國際難民的相關法令 反而讓他們變成了一群沒有身份的人 不僅不能工作 也沒有醫療健保方面的福利和人權 只能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 直到最近政府才答應讓他們合法拘留 在新春團圓的時刻 我們一起來了解 這一群多年不能回到家鄉 在臺灣社會邊緣討生活 找身份的人 你今天一百萬給我 我不要啊 我要三百萬給你 自己好像不是一個人一樣 今天一過 明天還噴露 你不覺得嗎 沒有明天的感情 隱身在世大陸巷弄以西藏口味料理聞名的這家餐廳 儘管是平常中午的用餐時刻 店裡幾乎是座無屈席 提米卡桑是這家店的老闆 他和廚師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準備著西藏風味的年菜 這個是算教室油造果 我們西藏的算是一般的瓶桿 然後特別過年的時候做 因為西藏沒有 以前沒有在國外外國人聯絡 所以現在也沒有瓶桿了 我們這個是我們特別的瓶桿 做一做然後放在過年的時候 放在火塘前面供佛的用 熱燙的鍋中加入奶油 白飯 葡萄乾 糖 還有青柯酒 這就是藏式全量 這個青柯酒 一大早過年的時候 做青柯酒很好 天氣冷 又是個熱 還有一點酒精 手工包著餡料是西藏的末末 最傳統的 大家西藏人也好 國外的人也好 我們的鄰居國家也好 大部分都認識的一個 傳統的飯 在炒飯中加入奶油 香菇 葡萄乾 這次西藏的特別飯都會提醒 因為我們吃的台灣的飯 怎麼吃的也是 不會忘不了我們西藏的 傳統的飯 因為這個印象 印象到 印象到自己很深 這個是澡 我們加一點點奶油 然後加這個蔬油茶 吉米卡桑是個印度出生的流亡藏人第二代 他曾經在西藏流亡政府當了七年多的兵 直到父親的建議 改變了他的一生 爸爸說 你當兵不要去啊 每個月一千多塊薪水 還是我一千多塊用得很快樂 去台灣一個月兩萬多塊 三萬塊 這樣子 每個人 每個別的家都發財 然後每一個人這樣子 那我聽爸爸的 然後就過來台灣 盟葬委員會當年的工作之一 就是到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 招來藏包來台 接受短期的職訊或者學業 1992年 吉米卡桑透過這個管道 帶著盟葬委員會人員幫忙辦的假護照 來到台灣 以前盟葬委員會是 特別買西藏人進來台灣 然後現在有一點政策不改變 他們就比較不接近來西藏人 為了拼經濟 吉米卡桑這些人 直到假護照都過期了 都沒有按照盟葬委員會的安排 受訓期滿回印度 他們在台灣當了十多年的黑戶 直到幾年前 在人權團體的爭取之下 政府才給了他們合法的身份 這個是我的身份證 2007年拿到的 你沒有身份證 然後你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只能外面偷偷地像老鼠一樣 在一個洞裡面 為了爭取更好的生活 而來到台灣的藏人前鋪後繼 不久前又有110名藏包 從社會的底層浮出檔面 他們的處境就像當年的吉米卡桑 這一批四批啊 一百多個人啊 真的是有蠻辛苦的 在台灣要找工作 也找不到一個好的 要去找還是24個小時都要怕 他用假的身份去找工作嘛 這個是最困難的 出去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檢察會攬下來 在中藏台的歷史和政治糾葛之下 這群人選擇來到台灣社會 追求起碼的經濟權利和社會福利 哪裡曉得一直號稱擁有 西藏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 卻不願意接納他們 大家都問一下你看怎麼辦 大家都說好那乾脆就自首嘛 假如說政府抓啊 送到經營裡面也是不會餓死 對不對也不會打死 真的那乾脆真的是 啊台灣真的是不行 他送回去也是沒辦法 那就給他送嘛 就是會有個那種結果嘛 就乾脆啊給人家指責了 他們的態度堅決 但是由於政治情勢複雜 加上台灣沒有庇護 國際難民的相關法令 一直到去年的11月24號 盟戰委員會和內政部才達成協議 比照泰緬孤軍的後裔 發給大家外僑臨時拘留證 目前這一批藏包 全部都棄生在桃園歸山的一家工廠裡 昆桑倫都來到台灣已經六年 從西藏逃亡到印度之後 聽聞台灣是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但是沒想到夢想和現實之間 有著極大的差距 這個六年來我真的有感受到 這個好像自己好像不是一個人一樣 我真的沒有 真的就沒有身份的話 什麼都沒有辦法去做 現在他們總算獲得了護身符 只不過身份從非法成為合法 卻還不能工作 所以真的很高興 晚上我真的沒有睡了 因為太高興的關係 希望是基於這個人 就是真正的那個人可以工作 像平常一樣生活這樣子 煎熬了好幾年 這一天他們終於可以免於恐懼過日子 但卻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才能擁有最起碼的經濟自助 劉王屠博人的政治和經濟處境 在中國的打壓下比台灣還要艱難 台灣政府和社會應該給予更多的同情和幫助 今年是拉薩抗暴的五十週年 剛巧也是天安門事件的二十週年 不論對屠博人 還有常年在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來說 都是反抗壓迫 改變人民命運的重要時刻 這兩股力量會採取什麼行動 備受國際矚目 其實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二號 中國民運組織 民主中國陣線一行人 就曾經來到印度大蘭薩拉 拜會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 獨立特派員取得首次曝光的雙方會面鏡頭 一起來聽聽這場對談的內容 2008年11月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全球藏人代表大會 討論西藏的前途問題 即將到來的2009 不但是西藏抗暴五十週年 也是天安門事件的二十週年 在這個特殊時刻的前夕 來自澳洲等地的中國海外民運組織 民主中國陣線一行人 帶著漢藏大團結的期待前去辦理 其實藏包對漢人對中國的人民不但沒有誤解 有高度的信心和高度的認同感 所以我們這些民軍人士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我們要做漢族跟漢族的橋樑 我們真的相親相愛 拜訪者對漢藏大團結的想像不只是一個口號 他們還有特殊的請求 在民主運動當中誰也不是頭 大家都可以爭 所以說可能形成一種群龍無首的狀態 那麼如果說這個運動不是只是由漢人 中國大陸境內的 中國大陸境外的民主運動人士來形成的話 而是形成一個廣泛的話 廣泛的政見 而凭借著達賴喇嘛全球的影響力 和崇高的地位 但是我覺得可能還有一點希望 民運組織這麼多年來 打打鬧鬧分分合合 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很團結的一個力量 那就覺得我們應該去拜訪達賴 那麼大家覺得說怎麼樣子 看待達賴跟我們的關係 那麼最後大家決定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名稱或者是方式就是 請達賴擔任我們的新領導師 讓民運人士去看看達賴怎麼樣做一個領導 如果要我們組為民運的一個組織或民運的一個領導的話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比如說你們未來能夠做成一個 比如說民運人士開一個大的會議 比如說這個會議是各個民運人士一起參加的 那這種大型的會議如果邀請我 我很樂意參加 達賴婉拒了這個請求 不過根據在場人士的透露 這兩股同樣面臨中國政權壓迫的力量 約定在今年的春天 在第三地會議時做出重大的合作宣誓 而原本的地點曾經考慮過台灣 我們台灣對達賴喇嘛一向都非常友善 不過呢現在倒不是他來訪問最好的時機 我們台灣對達賴喇嘛一向都非常友善 不過呢現在倒不是他來訪問最好的時機 當這個時機適當的時候我們會非常歡迎 他來台灣從事宗教活動 因為他在台灣有非常多的信徒 我們都有關係 台灣領導人的抗壓性被高估了 在國際社會期待透過各種力量 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時刻 這位曾經兩度訪台的宗教領袖 第三次的行程卻是遙遙無奇 海外中國民運和流亡突破人這兩股力量 能不能在這個時候結合起來 成為中國民主化以及爭取西藏自主的重要力量 將是今年國際主母的焦點 獨立特派員也將持續關心